平血千萬要小心 我們有遇過一個病人 他是長期月經都很多血 結果他到37歲的時候 他就心臟衰竭了 為什麼 因為你長期在平血的時候 因為我們人每個器官 需要的那個氧氣量 需要的能量量是固定的 我就知道這麼多 當你平血的時候 血溶素攜帶氧氣不夠的時候 我只能增加我的心臟的輸出量 那你長期短期之內 你都不會這樣 而且你會覺得好像沒事 因為你自己可以負荷他 就是覺得你血溶素只有6 人家是12 你心臟就多做工 做工之後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可是你知道嗎 長期這10幾20年下 你心臟比人家多做10幾20年的工 就衰竭掉了 我們就遇到一個女生 大概35歲的女生 那他就一開始 平常大概月經也還好 然後就如果稍微痛 有時候就改善 也沒有什麼特別這方面問題 然後他就是 之後開始到一段時間 開始有血尿了 他就血尿一般來說 第一個 當然不會想到看婦產科 第一個不是看身臟科 不然就是看泌尿科醫師 他就看了泌尿科醫師 那大部分如果泌尿科醫師 沒有很精確很清楚地 去判斷有的可能會當成 泌尿科醫師 給點抗生素就好 結果那個泌尿科醫師 真的就是偵探 他就非常的小心 那他幫他安排了一個 膀胱鏡 他膀胱鏡一看奇怪 正常的膀胱的黏膜 這個問題下 確實就知道 膀胱黏膜是很平滑的 他看到那膀胱黏膜 奇怪怎麼有 黑黑的東西一點一點在那邊 那他很緊急地把它做個切片 結果切片做完之後 隔一個禮拜回來 就說是 內膜異味 那內膜異味這個就是很乖 這跟 就跟泌尿科沒有太大關係 他就把它轉來婦產科 原來這個就是婦產科 所以叫異味就是從內膜的地方 跑到其他的位置 那當然這個內膜異味是百變的 它跑到膀胱就會造成血尿 所以說這個東西 而且它已經到膀胱了 這個是非常不好處理的案例 像這個案例我們就變成婦產科要 配合泌尿科醫師一起做手術 而且要把它盤框削一小塊 再把它瘋合起來 那這個就是 除了這個泌尿科之外 有的案例更好笑 有的案例是會 會造成血便 那有的甚至我們曾經遇到一個案例 最誇張的是跑到喉嚨 就是跑到氣管那邊 月經來說可血 好 這麼遠 怎麼好 內膜可以在這裡 可以這樣子跑 子宮內膜因為就是 那個子宮內膜長在 他不應該長的地方 身體全身都可以 有的人每個月會氣胸一次 結果後來發現 除了這個人就跑到肺部 月經來就氣胸一次 而且最近的 最近有證據顯示說 它跟癌症有關係 不是 醫師好沒有血 他們一直覺得很好玩 每個月一個月 你怎麼怕我還是很好玩 他們都講這個有趣的案例 對他們來講 他們很喜歡奇奇怪怪 不要亂講醫學來講 挑戰 至少都可以寫上 按例寫成Paper 對啊 我遇到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 是就是一個阿伯 然後他被 大概七八十歲吧 然後女兒帶他來掛急診 那時候我還很慘 我就看到主宿打嗝 我想說 打嗝有什麼好掛急診的 不是外面診所拿個藥吃 改善就好 結果後來一問 他女兒就講說 其實爸爸大概 一年前就開始陸陸續續 有出現那種打嗝的症狀 那他們本來是以為可能吃太飽 或者是脹氣怎麼樣之類的 反正就是附近診所有看過 那第一次看的時候 醫師就說沒關係 可以先打個針 然後回去吃吃藥 那回去之後就改善 他就想說那應該沒關係 可是這個阿伯呢 其實陸續發生了很多次這樣的狀況 他據他描述大概一個月 可能會有一兩次 就是連續打嗝 嗝到也許幾個小時 甚至到一天 但是他就會自己去拿那個藥單 去外面的那個藥局 跟人家拿藥回去吃 其實也覺得好像還好 就不管他 就這樣過了一年 那這次為什麼會被帶來看急診 是因為家人終於發現 他這次打嗝實在是太誇張 他連續打了三四天的嗝 然後就是幾乎很少 很少很少有停下來的時候 所以也不太能吃東西 也不太能喝水 然後一直很想吐 然後睡覺也睡不好 所以家人就堅持要帶他來急診檢查 那因為年紀比較大 所以我們一來一定是 就是全部全套都做 就是要照S光啊 然後做心電圖啊 抽血等等 結果一照S光 發現他胸腔裡面 其實有一個 像那種 結結的陰影 那後來就是 又去做電腦斷層 才發現說 其實他是 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肺的腫瘤 然後他好像就是 壓迫到隔神經那附近 那造成說 他就是一直 橫隔氣的收縮 一直打嗝 因為其實打嗝成因很多 要嘛就是吃了會產氣的東西啊 不然可能吃太快 吃太飽 這些都會 可是其實像比如說 肺炎或者是說 就是靠近橫隔的地方 有一些發炎的東西 他去刺激到橫隔的時候 他也會收縮 也會打嗝 那甚至就是像我講的 就是如果說 腫瘤壓迫到 那種隔神經 去引發那個打嗝的動作 都是有可能的 我在當腫醫師的時候 碰到的案例 那個是 60歲左右的男性的病患 好像那時候來 主要是因為虛弱 不是看我們腸胃科啦 虛弱 腳腫 來看 那個好像是看腎臟科的樣子 然後腎臟科 我們就看腎臟科抽血 看到血紅素 已經掉到差不多 五到六左右 後來他就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抽血發現 缺鐵性貧血 我們男生的話 缺鐵性貧血 通常是胃癌 大腸癌 比較常見 於是那個腎臟科醫師 就幫他做大腸鏡跟胃鏡 後來發現 大腸鏡 胃鏡也都沒有問題 然後大便前血又是陽性 就是代表是 後來他就會我們腸胃科 我們腸胃科就幫他找說 那個時候有流行這種 膠染類似鏡 剛進來的 他就像一個小膠染 像藥碗一樣 吞進去 2.1 2.6公分左右的膠染 然後他可以看什麼 可以看胃 可以看腸子 可以看大腸 那個時候還沒有 除了這種大腸型的 那時候只有小腸 所以他這樣吞下去之後 咔咔咔咔咔 才知道原來小腸 有好幾顆流子在剩血 但有這個都不用 新那個什麼 就不用那個 對 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這個是小腸 這個是大腸 現在新的是大腸 所以他給他 小腸膠染類似鏡 跟大腸膠染 膠染類似鏡 差別 差在說小腸一秒鐘 可能只照六張照片 這種大腸 它是兩邊都有攝影機的 攝影像頭 然後一秒鐘照35張 可以直播嗎 直播 重點就是 還是這麼廣告 那個病人 他們旁邊會背一個 顯影機 那種機器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 他現在在胃還在腸子 那多久會拉出來 八個小時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會完完整整出來 對 不完 他一定會出來 除非說 本身腸子真的有 阻塞的問題 火外也有那種分解 會自己分解掉的 他說這個病人是因為科技的發達 他找到說原來 小腸裡面有很多流子 反而去推 去做電腦斷層 才發現說原來是 轉移到腹膜 還有小腸 造成的這個 這個要不要清腸味 也是要清一下比較安全 因為他基本上 可以看小腸 可以看大腸 所以我們還是叫病人 之後當大腸鏡的方式 先清腸 對 八個小時 小腸大腸就一起看掉 教醫師說不一樣 對 不然就說 這個跟我們一般傳統的 那個外鏡跟當時不一樣 外鏡你做到胃 大腸鏡你做到大腸 那中間那一段 兩三公尺的小腸怎麼辦 所以才會有這個 這個膠頭發生 那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外鏡看到什麼 你就可以直接處理 是 大腸鏡也是嘛 這個看到之後 有時候會比較難定位 比如說你在那個 裡面看到小腸一個東西 實際上你對過去說 這是在小腸的哪裡 其實你不知道 你可能後續 他只是說 他用這個膠頭告訴你說 小腸有問題 所以你後續再去排 其他檢查書 去檢查小腸的地方 你那個姿察的是 這兩節一定很清楚 看得到 對 那這個東西可以照到中間 那有未必清楚 不是 就是你不知道在中間哪裡 比如說你在 第二個小時看到了 可是 對過來在小腸的哪一段 是 這個各有優缺點 這個算是 篩檢 你可以知道說到底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還是應該要做 那些事情去看 智慧的嗎 健保也有給付喔 所以如果是你初學 一直找到原理 你剛剛那個姿勢很像廣告 沒有 健保也有給付喔 但是如果 如果你不補了 健保也有給付的話 可能還是要自費 當時 他會大約要四萬五左右 做一次這個 做一次 所以高階健檢 未來也是會這樣納入 我真的吞完就要丟掉了 不能回收 我的部件都放在旁邊看著 我一人都洗乾淨 這不是比較便宜 這不是比較便宜 這是第二次使用 這是二手的 二手 跟全紙一樣 下次想清楚要直播進廣告 才能直播 不過是剛剛講半天 你看老車要的位置能開 那一定是定期保養好 身體有不同的汽車 必須要勤保養 平時要多注意身體的變化 揪出問題才能及時解決 不會釀成大災 謝謝 蜜尿道感染是女生很困擾的問題 嚴重者還會併發 膀胱炎及急性腎與腎炎 所以平常就要預防蜜尿道感染 根據美國研究發現 女生每天攝取至少兩千CC的水分 就能有效降低蜜尿道感染的復發率 高達五成 蜜尿道感染大部分都是由一隻 叫大腸感菌所引起 因此增加腸道好菌 就能抑制大腸感菌的發生 降低感染的機會 平常可適時補充無糖蔓越莓 另外可多攝取優格、優酪乳 韓式泡菜等富含益生菌的食物 以及攝取蔬果的膳食纖維 就能補充好的細菌 增加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機會 胃是我們身體最重要 而且敏感的器官 唯有保持快樂的心情 以及良好的飲食習慣 才能夠讓胃舒舒服服的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保胃的食物 如果你要保護胃黏膜 增加胃黏膜免疫力 你可以多吃一點山藥 秋葵、蘋果還有南瓜 如果你產生胃潰瘍 希望能夠增加聯膜修復力的話 可以吃點高麗菜 因為高麗菜本身含有 氯化角硫、氨基酸以及維他命K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飲食的時間以及速度 千萬要慢 飲食的量也要定時定量 這樣子祝福大家 胃能夠永遠健健康康、舒舒服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再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完成任何筆 我們要安置在畫面 再看更多精采的內容